现代人想买房 一户都要好几千万 总想着要找绝佳设施 像是环境清幽 邻近捷运站等等 都是民众首选 交通方便离公司近的 跟学区有关吧 离学校近不近 交通啊 生活机能好 当然它这个价钱会翻啊 完美条件越多 房价自然越贵 但很多人买房 却忘了看闲物设施 有人说像是住在公庙旁 香火鼎盛 噪音以及空气污染样样来 而若是住在菜市场 夜市餐厅楼上等等 卫生环境都是一大考量 夜市的房子 蟑螂跟老鼠 那真的是太恐怖了 环境 比如说吵杂 混化炉或什么的 那会造成空气污染 住在市中心寸土寸金 若有喜欢物件 周边闲物设施 反而有机会让您 省下一大笔钱 野机场啦 殡仪馆啦 会落在一层到两层 心理性的一个影响 公庙等等 会落到5到10%左右 闲屋设施一般是以距离 300公尺来判断 房仲业推估 比如1500万的房子 附近100公尺 有宫庙 殡仪馆等等 有机会打9折左右 如此一来就省下了150万 再往外推 距离300公尺 有变电锁 甚至可能达到8折 直接少了300万 不是每一个闲屋设施 他都一定会介意啊 就是看屋主 他急不急手 会有预期说 买方一定会拿这个 作为一个杀价的借口 想住的舒服买房钱 可得睁大眼睛 屋主若保留砍价空间 省下的钱 或许还能让您买台新车 但若因此忽略 周边环境是否喜欢 恐也是一笔损失 记者网中文陈宇轩 海北报道